開始給鵝添料了 今天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先給料添好 然後給它拿過去 沒有水 為了防止鵝踩它 這樣是 走吧 沒想到今天這樣整的話 也依然出現了踩它事件 趕緊吧 快點給它把桶淋過去 它這鵝擠的 這大料桶也不好往下漏 小料桶不漏 結果大料桶也不好往下漏 小料桶更不愛往下漏 先加入個用吧 小雞蛋不停地給鵝加料 我在不停地給鵝抖料 讓它好往下漏 你看這個料桶已經吃沒了 吃可快了 我說在這兒搭個橋 方便鵝走路和人走路 要不然每次往這兒整料的時候 不好過 那個小河道兩邊滑 過來過來給你們抖抖 我手上有蟲子拍子 好 這蟲子又多得很 鵝都已經吃完了 我們也餵完了 餵完的同時 它也差不多要吃完了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餵鵝 因為這下邊有一個小河粒 我們來看一下的 這是前一段時間山上一直下雨 把水道給沖開了 所以我們這兒一直有流動的水 所以鵝喝的話也特別的方便 也很淺 平時在這邊餵 睡覺的話也在前邊 我們看一下 就從這兒過去 就是咱房前面 對 大棚前面 對 我們現在沒往裏邊捐 就抽一下吧都 看那邊 鵝呢晚上在這兒待著 也不往裏邊捐了 就在這兒躺著就行了 那邊呢 是我們做了一個泡沫牆 還放了一個假人 然後這邊呢 是我叔跟我姨 住住的地方 半夜的時候 我叔叔還要瞅一下 這邊是萊芙的窩 看萊芙在這兒一躺 他就管著這邊 還有那邊 這兩邊 萊芙在這兒 他早上 剛才早上受氣 誰呢 小包在那兒跟兒站著咩 你看萊芙這樣 感覺是不是像 他受了很大的氣似的 受委屈了 沒有追上 眼睛現在也好了 右前卷 壞了 小包也是混著去 燒進去 那你幹了 兩邊幹過一個 兩邊幹過一個 太小 太小 但是還是很猛的 就是輸在了個頭上 但是很猛 每次餵完我之後呢 小雞都會把料桶給收了 然後把這個門給堵一下 然後繞著鵝場在四周巡視一下 檢查壹遍 就說真的 活在哪兒 裡面 是 燒進去 谢谢观看